今天这雨下的有点猛啊 吃烧鲎吃了两个小时了 还没吃完呢 太辣了啊 结果这个外面的雨呢 它也是越下越大了 比之前下的都还猛了 看看这个外面 哇哎呀 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大暴雨啊 天空中还打着这个闪电 哎呀 估计得下一晚上了 讲今天晚上睡觉可有福了 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要喝了点啤酒 睡个觉绝对是美滋滋啊 这一觉睡醒 早上九点多钟了 外面的雨也停了啊 车门的话也打开了 给车里面晾了一小会 等一下收拾一下的话 就可以出发了 今天这个阳光是真好呀 看看跑到哪里 找个地方躲一躲这个阳光呢 昨天晚上的话就给它放点前车的 整了好多的纸啊 等会出发的时候 给它买一点这个大白菜 让它啃一啃 车里面的东西收拾好了 开着咱们四千元的小房车出发了 昨天这个雨下的太大了 车里面潮湿的比较厉害 然后今天不是有点蒙热吗 就有一股怪味啊 到地方的时候得给车的晾晒一下了 看看前面 这里好像就有卖这个大白菜的 车的话就停在这啊 买颗大白菜 冰箱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大白菜了 两颗白菜六块钱 而且是冰箱里面冰镇的 这小家伙吃了会不会感冒呢 来来来来 给你尝一尝 这小家伙小好养活 改天去市场上面再买一个 凑一双 这样他就不孤单了啊 刚走没有两步啊 听到这个路边有卖这个小龙虾的 就在前面了一块 过去瞅一瞅啊 看看这一块 就是卖这个小龙虾的 这边的小龙虾还蛮便宜的 十块钱一斤 买了两斤多 花了二十二块钱 上次买的小龙虾跟这个差不多 是多少钱一斤 二十五块钱一斤 好像是被宰了啊 这次买的还是很便宜的 然后又买了一瓶啤酒 今天就是小龙虾烧啤酒啊 咱现在的话就可以接着出发了 要是能找到一个河边的话就完美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呢 看了一下这个天气 就这里的温度是最低的 别的地方的话都是17到30度 这边是17到24度 这边是最低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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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这个山太险了 这一块的话有点不太敢停啊 万一这个山路塌方掉下来个大石头 那家伙车不就砸扁了吗 往这边来看一看 前方的话还有垃圾桶 其实车开到这的话也不错啊 旁边的话还能成凉 桌子到这下面做个饭 这挺不错的 你看这里 还有之前别人烧过火的痕迹 估计是高野炊的吧 这边有这个座椅 下面的话就是水了 哇 这个水生的发绿啊 到时候可以去前方那个地方钓鱼的 挺好 哎呦 肚子也咕咕的叫了 车就开到这边来 准备搞饭吧 这一会出阳光了 还有点热呢 车的话也开过来了 咱东西的话放在这个树的下面啊 准备做一下中午饭了 给这个小龙虾清洗一下吧 上次的小龙虾没醒 是因为没有这个臭味 这次的这个龙虾 有一股那种臭烘烘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 它是个龙虾是从哪里搞上来的 有可能是合你或者是勾你吧 你看看这个龙虾这里 还有这个芦苇草呢 应该是野生的啊 咱现在搞一点水 我冲洗一下 让它泡个枣 哇 你看这个水质都变色了 你看看吗 找个勺子吧 搅一搅就差不多了 全都是活着的 有的水性这个活跃更好 看这水水都变色了 现在的话就可以搞饭了 先给这个大白菜 看看放到哪里啊 放到这个小坡里面来吧 今天烧龙虾的调料的话 就用这个胡辣鱼调料了啊 先点火 上次的这气罐还剩一点点 给它用完 这炉灶有点坏了 需要打火机啊 但是没点 哦 打火机就是快啊 一次就点着了 给锅架上去 先来给这个胡辣鱼调料 搞进去 哇 这种的调料包是真好 你稍微撕个口子晃一晃 它就下来了 非常非常的干净 你看看 解决了你这个 挤不出来的那种滑溜溜的 锅的话还没烧开 咱们把这个小仓鼠 给它弄出来啊 每天给它换一换 这个纸巾啥的 这小家伙会不会咬我 不咬我吧 哎呦 还正咬我嘞 我第一口就干我 哎呦 有点懒 弄上来 太吓人了 还没养熟 等人就咬 来来来 小白 给你起个名字 白碌碌的 不会跑了吧 这里面 我靠 全让它咬得绵绵的 我们再搞这个 试着筋 粉水的 给它简单的擦拭一下 哎呀 哎呀 哇 养这个小兔子 还不咬人 养这个仓鼠 得人就咬 哎呀 咱们擦了一下 搞一点这个纸巾 给它往下面垫 有点 小家伙 小家伙 嗯 嗯 奶胸奶胸 看我叫 看我叫 快快快 我进去 嗯 烧开锅了 咱给这个龙虾搞进去 啊 来吧 哎呦 这感情好 鲜活的小龙虾 放进去就是麻辣鲜香啊 哎呀 还好今天给这个龙虾洗了一下 瞧瞧这个水 真脏啊 它现在整个锅盖给它盖上 炖上一会就乱吃了 这会儿的阳光越来越强烈了 在这个树荫下面都不凉快 热得出汗了 今天这雨应该是下不出来了啊 前面的话有人钓鱼呢 咱走到前面去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钓得着 师傅钓得咋样 餐条 多不多 餐条很多 别的鱼就很少 这个相当的大 都这样子灌了 三个 都掉点这个晚上回去烧一烧灌 不消 绑子绳着走 逛了一圈又回来了 龙虾的话也烧了差不多 得有三十多分钟了吧 咱切开这个锅盖 看一看 哇 这龙虾烧的是真漂亮啊 现在的话就可以开吃了 哎呀 嗯 哎呀 哎呀 这天实在是太热了 没地方待呀 还好这边的话 有一棵树啊 还能乘个凉 咱们把这个 纹箱给它点了 这地方这个纹的还挺多的 点了两根粗的 再点一根细的 插在咱们这个 吃饭的这个下面 熏一熏这个蚊子啊 现在的话就能整了 哎呀脸上 全是汗水 哎呀现在来尝一尝 这个小龙虾吧 哦龙夫三泉 今天就喝它了 哎呀饮料的话 好像也忘记买了 哎呀先来一口 舒服啊 尝尝这个小龙虾 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烧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感觉应该是烧好了 哇 这壳好软呀 味道也太香了 哇 这龙虾是真好吃 嗯 哇 这个季节 最适合吃小龙虾了 哎呀 十贯年一斤 不算贵啊 早知道多买一点了 不过买多的话 这盆也放不下了 两斤多刚刚好 嗯 嗯 放入了火锅底料 炖的这小龙虾也太香了 嗯 这口感真好啊 那些皮 真的是麻辣鲜香 哇 汤汁的话都是那种 有哈辣的那种感觉 啊 嗯 嗯 嗯 哎呀 好